螺丝钉作为生活中常用的一个零件 为什么它有一字形和十字形两种呢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螺丝的历史 公元前三世纪 那个总想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发明了螺旋泵 它的作用是浆水 从低处运往高处用来灌溉 由于作用极大 后来人们也将这个物体称之为阿基米德螺旋泵 到了15世纪时 木制螺纹钉诞生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螺钉被发明了出来 可两个世纪以后的1774年 才有人发明出螺丝刀 而螺丝刀没有出现之前 为了方便固定螺丝 人们通常会用小铁片进行固定 因此首先出现的螺丝型号是一字形的 不过人们发明出螺丝刀后 对螺丝钉进行固定时 却发现很容易划伤螺丝刀头 破坏螺丝钉的一字槽 如此一来 螺丝被安装上以后 就很难再取出来了 并且这种情况会随着一字槽的长度越长 而越容易出现 为此亨利·菲利普在1936年 并发明了十字槽的螺丝钉 至此两大型号的螺丝钉 一同登上历史舞台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十字型的螺丝钉 要比一字型的更加耐用 为什么一字型的没有被淘汰呢 首先从稳定的角度上来讲 十字螺丝的的确要优于一字螺丝 这是因为在承受相同扭力时 优于槽口的长度短了一半 所以抵挡破坏的能力得到大的增强 不仅如此 十字螺丝还能自动卡住螺丝刀 的确非常好用 但在没有螺丝刀的情况下 一字螺丝配用一枚硬币 就能轻松固定上 因此在多种角度分析 一字螺丝通行强 但容易毁坏 十字螺丝稳定可靠 但十分依赖螺丝刀 不过一字螺丝和十字螺丝都容易活口 因为它们的受力面积实在是太小了 现如今比较先进的是 内六角纹路的螺丝 这种螺丝的受力面积不仅大 而且不容易损坏 当然它也就更加依赖于 内六角扳手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